蔡瀨銅框接見新任政務人員 有人表現好能升官 但也有人學術爭議 連環報還能保管 知情人士透露 深受總統信賴的陳明通 內閣改組不會遭到拔關 繼續穩坐國安局長大位 今天陳明通繼續坐在那邊 國安局真的變成不安局 繼續成為整個蔡政府 最大的笑話跟污點 只是蔡總統似乎沒考慮到 另外愛將還有選戰沒打完 不要有太多的人事的異動 才能夠讓我們順利的 將這個會期的預算審完 那我也相信再給 蘇院長再給蔡總統 幾天的時間 我相信他在人事的安排上面 會給社會大眾看到一個 更完整的規劃 是指目前的人事安排不夠完整嗎 吳怡農有苦難言 沒明說 反倒透露 賴副總統對自己的選情很關心 在不像您透露 雙方之間的對話的前提下 我們目前都還在協調 在討論後期的活動的一些 同臺的機會 能不能靠未來的黨魁替自己守護 基本盤 吳怡農眼神很期待 畢竟現在又有綠營自家立委 跳出來呼籲要還稅於民 等同間接力挺對手王鴻威 過去鎖提政見 因為之前吳怡農先生一直在批評 我是空洞 甚至說我是謾罵 或者我是口水 這當然就使得吳怡農之前 他對我的攻擊不攻自破 王議員說我對他攻擊 我覺得其實蠻可愛的 令我想起小時候長輩教我的一句話 怕人怕救人 不想站著挨打 但也只剩最後兩週能夠設法回擊